大火将水煮大滚之后 冷冻水饺不必退冰 直接下入锅中 开始计时8分钟 提醒您 加热方式因设备与天候状况差异 可依实际需要调整时间 因为冷冻水饺的加入 会让水温下降 为了避免水饺彼此沾粘 使用勺子背面轻轻搅动 让水饺在水中缓缓流动 直到锅中的水再次滚沸 随着第二次的水滚 饺子会渐渐浮起 当水大滚之后 要适时地调整火量 让水保持在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好 8分钟时间到 先捞起水饺再关火 一盘好吃的水饺就可以上桌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